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國寶及世界遺產的紀錄城是12座現存天守之一保存度最完好的 也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羽柴秀吉、池田徽政、本多中政、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的建築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但紀錄城屬於現存天守 使得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的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壞 所以目前只有12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那這12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其中有五棟為國寶 紀錄城的天守卻有其中一個國寶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為慶常14年、1609年、 耗時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五層六階、高三十一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以及 イロハニ、ワタリ、ヤクラ 整體連結起來,稱為連立式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格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是撐起天守格,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哉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幽哉嗎? 這就有了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我們就聽聽音樂,觀賞紀錄的美景吧 我們就聽說不聽到 但是,我們在這裡啦 我們要解釋一下 尖延的� Flugŋ 當上城主題 但是,我們看點擊 離開天守閣,我們在城中皇后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長三百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得穿袖中長女,遷积了侍女的起居場所 遷积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國寶岩島神社同時也是世界遺產,是廣島旅遊的避坊景點之一 可以包裝成兩天一夜的悠閒旅遊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也可以說是宮島這個島嶼歷史的開端 這個島嶼原本不讓人居住,但直到在中世時期 四奉岩島神社的人陸續在宮島建立起的家園 然後到了江戶時代,這裡就變成了光光聖地 神社會建議在海上的原因是由於當時人們對自然的信仰 不能隨意砍伐樹木或開發土地 因為等同於傷害神明,所以才蓋在海上 而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方式是西元1168年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建築的設計方式採用寢墊造,是平安時期貴族宅體的一種樣式 簡單來說正殿的中心建物,面南側的庭園而建 渡墊連結正殿,再向南伸出渡墊,南端設有吊墊 年島神社建造完成之後,屢次遭火災,颱風等等的天災侵襲 但得到蓮艙、士丁幕府的庇護而重新修復 神社本身於1952年被日本列為國寶 由於神社透過大海和高山不同色彩和形態強烈反差 表達了日本人對於自然之美的理念 即自然美和人類所創造的美的融合 讓這於1996年被列於世界漁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甘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洲上,從正面遠遠的觀賞延島神社 或是有近距離由下往上看神社的樣貌 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等待夕陽西下應該超有感覺 也可以近距離看大鳥居 但由於鮑勃拍攝的時候大鳥居在整修 所以就沒有特別走去看了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潮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潮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地散步,經過東迴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地湧入神社 再西迴廊看看遊水人的舞台 幻想一下海上表演能劇的感覺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夠到達星巴克 延島表參道店 就會在延島神社附近 映入眼簾的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鮑勃覺得視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不會虛滑或過於單調 鮑勃身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工島的傳統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領 封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工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但由於封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湖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工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會席料理 位於日光山內 包含東照宮在內的日光神社與廟宇 總共有9棟國寶建築 跟日光二荒山神社 以及日光倫王寺 一起於1999年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日本知名的觀望景點之一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光市 雖然人口只有將近8萬人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 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照宮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靈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十一年九月 江湖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做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地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工藝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五百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 寶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 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 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世界一場中的 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太幽瑩 這也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 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台幽瑩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台幽瑩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一寺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倫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由此介紹一下 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的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重要文化財 跟歐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基由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那我們來介紹幾個日光的周邊景點 讓大家排兩天一夜的行程可以更豐富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洋食餐廳 也是塔貝洛工的百名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姆丹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淋上花的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禪寺湖是日光另外一個值得拜訪的景點 除了沿著湖畔散步以外 可以拜訪各國大使的別裝 另外倫王寺其中的寺廟 中禪寺本身也是一個看湖的好景點 日光最有名的自然景觀之一 應該就是氣勢磅礡的瀑布了 龍頭瀑布、華煙瀑布、湯瀑布 都是這邊的必看景點 距離京都車站走路約15分鐘的東寺 應該是京都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國寶 同時也是市區的賞一名所之一 是一個都已經來京都了 真的不去很可惜的景點 西元794年,日本首都牽制京都 首都的大門口有個巨大的門 入口的東邊跟西邊都各有一個巨大的寺廟 雖然西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 但東邊的寺廟東寺 就在此屹立不搖地待了超過1200年 雖然東寺的主要建築經過多次地震跟火災損毀 但重建之後的建築都保持原有創建時的模樣 在寺廟中散步 有著回到過去平安金剛創立的時候的感覺 東寺有四棟國寶建築 但按於取材時間 Bobbo只拍攝了其中兩個 東寺的金堂重建於1603年 是寺院內最宏偉的建築物 融合了日式跟印度的建築樣式 非常有特色 與旁邊的重要文化財獎堂一起觀賞 真的很有莊嚴感 在823年 天皇將東寺鎮宇給空海 而其將東寺作為密教的道場 金堂跟獎堂內保有了非常多的寶物 建議大家要有時間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由於內部禁止拍攝 大家知道自己實際去看囉 國寶五重塔是那場供奉佛陀設立的建築物 也是日本第一高德木造建築 高達55公尺 最初五重塔是為九世紀建立完成 後來經過四次燒毀 現在的塔斯五代木 為1644年建立 搭配春天的櫻花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走遠一點到庭園拍攝綠樹 櫻花 金堂 五重塔的美景 剛剛提到東寺距離車站走路15分鐘 逛完東寺就可以順便逛京都車站 現在的京都車站是於1997年完成 集合的車站、飯店、文化商業設施 可以說是京都的玄關 這裡白天晚上都很漂亮 其他部分大家可以試試看京都車站附近的兩家超級有名拉麵店 本家第一序塔卡巴西已經開了50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京都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十分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順口 京福菜館本店開了80幾年 比起塔卡巴西的湯底 新福菜館的湯底顏色又更深了 是這家店的最大的特色 喜歡濃濃醬油的朋友一定會喜歡這家店 甜點的話我推薦寶全JR新幹線京都站店 就是我在京都新幹線的站內 寶全最知名的就是他們家的和菓子 使用最高級的單波黑大豆或單波大那眼小豆 善摘就像是紅豆湯一樣的料理 加了大那眼小豆跟自家製烤餅 甜而不膩 抹茶盛代以家的大那眼小豆 配上魚汁抹茶 冰淇淋跟白玉 是京都很代表性的甜點 為京都鄰居滋賀縣的燕根城 是全日本只有五座國寶城堡之一 喜歡城堡的歷史宅一定要拜訪此地 然後跟人氣超高的燕根喵打聲招呼 燕根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600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於西元1603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20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根城基本上保存了400年前的樣貌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燕根城就蓋在燕根車站旁 到了車站大概走個10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根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的河和伊朗哈松樹 以及18世紀完成的中藥的畫材 燕根城二字丸左河口多文雅格拉 從錶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藥的畫材燕根城天秤雅格拉 是一個緊直時御敵用的廊下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的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閣了 這裡的吉祥物宴跟苗每天會出現在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喔 天守格算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遠眺琵琶湖的景色吧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藥畫材燕根城西之丸三重雅格拉 這裡是防止西面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閣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還可以走到明勝玄公園 這裡是第三代城主於西元1677年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 也可以遠眺琶湖 也可以遠眺琶湖 東大四為奈良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 以及新福寺 街位於奈良公園內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散散步跟路打聲招呼 或是在商店街吃個點心 來賞精彩的半日遊吧 東大四於西元728年興建 距今已有1200年的歷史 境內有8處建築於昭和以及平成年間 被指定為國寶 那我們來挑幾個國寶建築 順便簡單的介紹歷史吧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建築 應該是東大四的國寶大佛殿 以及其內部的大佛吧 大佛殿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7公尺 升50公尺 建築原本於西元751年左右完成 但由於平安末期跟士庭末期的火災損毀 現存的大佛殿是西元1709年建造完成 內部的國寶大佛約15公尺高 是西元743年由聖武天皇打算借助佛祖 而穩定當時政治 而下昭建造盧神納佛 歷史七年而完成 大佛旁邊的重要文化財 虛空葬菩薩的坐像 以及如意倫觀音菩薩的坐像 介於1752年完成 國寶南大門應該是大家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於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1199年由從原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25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封四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1180年完成 但也因戰火二次損毀 後於1669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2005年被指定為國寶 跟清水四本堂一樣 二月堂也有一個木造的舞台可以觀賞奈良的景色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是距今1300年前 奈良建築之時 由磁城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望垂銘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於風 聽說五望垂銘是起著一頭白鹿 從磁城縣鹿島神宮來耐良的 所以自古以來鹿就是成為神的四重 而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是全國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也有1300年歷史的新福寺的境內 有四棟國寶建築 非常值得拜訪 國寶五重塔是代表奈良的地標之一 原本於西元730年 由光明皇后所建 現存的塔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 於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廉仓平安時代所建造 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內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甜點百名店 中古堂 特色就是職人現場高速倒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鮑伯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加上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好吃 鮑伯在加碼推薦另外一家甜點店 お茶のこ 食べる具也有3.67分的高品價 加電賣很多台灣茶 大家可以試試看用茶製作的剉冰味道如何喔 位於京都宇治平等院的國寶鳳凰堂 就是日幣石原上的那棟建築物 與附近的國寶宇治上神社 皆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家就來探訪這兩個具有歷史的建築物 吃個宇治抹茶甜點 散散步來場精彩的半日遊吧 宇治市位於京都市的東南邊 距離京都車站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 人口約18萬人 以平等院及宇治抹茶聞名 平等院於西元1052年 由設政官拜太政大臣藤原賴通 將其附近的別裝改建成寺院 國寶鳳凰堂在隔年的1053年建造完成 鳳凰堂原本被稱為阿彌陀堂 將近1000年來幸運地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西元1951年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隻鳳凰 寶寶距離有點遠所以拍不到 因為這兩隻鳳凰讓阿彌陀堂 在江戶初期的時候被大家稱為鳳凰堂 能夠襯托出鳳凰堂的美感的最大工程 就是比平安時代完成的最古老的史基名勝 平等院庭院 春天的時候會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另外平等院的觀音堂 以及養靈安書院 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鳳凰館內收藏很多國寶以及重要文物 非常值得一看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路約十分鐘的路程 就是我們另一個國寶建築 宇治上神社 本店於平安時代後期 距近約九百到一千年前完成 是現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殿 建立於廉長時代前期 距近八百多年前完成 雖然宇治上神社 比較及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因為歷史的重要性 讓這兩兜建築以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也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很推薦大家來拜訪 宇治茶相信大家都聽過吧 既然來到了這裡就來嘗嘗茶跟甜點囉 中村藤吉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唸160年的店鋪 雖然銀座也有分店 但在宇治本地吃到才更有特色吧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宇治本店限定的 馬路透巴菲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到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建議早上八點的時候來這邊吃早餐 等平等院開門的時候可以直接走去拜訪 國寶松本城黑白相間的設計 與護城河的倒影是松本城的最大特色 白天晚上都很有美感 國寶舊開製學校是明治維新期間 最早創意的現代小學之一 代表日本現代教育的黎明 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松本城位於長野縣的松本市 距離行宿約兩個半小時 是一個人口約有20萬人 好山好水的都市 松本城跟舊開製學校 離松本城岸走路約20到15分鐘左右 這兩個國寶就在隔壁 所以可以一起安排進行程中 松本城又被稱為烏城 始於約500年前戰國時代 永鎮年間建造了森治城 1590年 封城秀即將德川家移封到關東 松本一帝則改封石川蜀鎮 而後興建天守 陳鍋和陳夏丁 而有了現在松本城的規模 隨後松本城一主多次 在經歷了23個城主的統治之下 直到西元1871年 明治時代實施廢凡自憲令 松本城也被廢掉 在1872年 由日本長野縣議員四川亮造 買下之後也避免遭受解體分售的危機 松本城最知名的建築天守閣 是日本現存五重六階天守閣中最古老的 建立於距今約三到四百年前 天守群總共五個建築於西元1592年被指定為國寶 除了從外面看這些建築以外 也可以進到天守閣裡面參觀 天守閣總共分為六層樓 建築方式為層塔形 就是由巷至上 逐漸變窄的樓層 每一層都有一些歷史文物 比方說甲咒以及槍炮等等的 最頂層樓可以由上往下觀看護城河 松本市 以及遠方的北阿爾卑士山脈 心曠神怡 另外,津勵宮倪倉 是鮑勃最喜歡的地方 是古代時隆又有了觀賞月亮的地方 可惜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這裡賞月 雖然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天守內部 但松本城夜晚有一部分開放 可以近距離觀賞夜晚打光的天守 在春天櫻花開放的時候 還可以夜晚進到本王遇電機、賞夜� 距離松本城公園走路約十分鐘,可以抵達舊開智學校 於令和元年9月30日,正式指定為國保 明治5年9月4日,明治政府頒布學制 在全國各地新辦習史教育 舊開智學校校設始於明治9年4月22日落成啟用 建築外觀彩合陽混合,由日本建築師歷史青蟲所設計 就當時而言是屬於非常具有規模的學校 被稱為廣大華麗,地方無比 建築內部存放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課本等等的文物以及照片 也有重現當初教師的模樣,大概可以體會這100多年來日本教育的變化 松本不是很大的城市,但很多景點跟咖啡店、餐廳可以拜訪 這裡鮑勃介紹一家餐廳跟一家咖啡店,讓大家更喜歡松本吧 沖縄為陽尺百名店,於西元1933年創業 已經將近90個年頭,店內非常具有昭和風味 提供的餐點種類還蠻多的 鮑勃點的Bologa Rice,是蛋包飯、炸雞排以及香雅飯的組合 價格為1500日比,價格合理而且好吃 甜點布丁的擺盤也非常可愛 咖啡美學阿杯是一家1957年開業的吃茶店 是松本吃茶文化的先鋒為家族經營 現在已經傳承到了二代目及三代目 店內狀況十分有懷舊感,蛋糕跟飲料種類非常多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車站附近 如果距離開松本還有點時間 不妨來咖啡美學阿杯、喝杯咖啡、吃個甜點 好好享受在松本的最後一小時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周邊的二年版、三年版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走入約25分鐘的路程 但也可以選擇從七原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古堡八版陳設 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原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十三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約有三十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祭洞灶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另外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凸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五台 高約13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與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場所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舞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大家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知名建築物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16世紀建造 高14公尺 寬10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三拜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景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然後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鮑勃推薦一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蒼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 茶店 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街舞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的地方還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